大家好,我们又来到了樱花的季节 网上有各种各样的樱花人像 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这个时候也出门拍照呢 为了带给大家一点点的灵感 这一期我将跟JustYou频道的合作摄影师鼎 为大家带来樱花人像的摄影后期教学 这一期的内容很丰富 我们会讲怎么通过影调来调出温柔会呼吸的照片 用肤色为参考来优化白平衡 让照片变得更加柔和有光运感的小设置 并且我们还会讲到樱花人像的万能配色原理 修饰樱花场景的方法 增加花瓣飘落的效果等等 还没有完 我还会送给大家一件亮白肤色加磨皮的预设 和樱花飘落的鼻刷 所以想跟着视频一起练的小伙伴动动小手指 留言获得本期教学中的所有素材吧 好 我们马上进入主题 在Camero或者Lightroom中打开照片 我们看到照片是自然光拍摄的 背景较亮 人物在阴影中 和上一期冰田英明的教学很类似 直方图呈U形槽 说明亮部和暗部的对比度很高 我们看到亮部的波峰是对应了天空 暗部对应的是人物的头发 衣服和包包这一部分 并且阴影还有剪裁的问题 我们点一下这个小粽子 就能看到蓝色高亮的地方 显示的就是纯黑色 好 明确了照片的问题 自然而然就有了调整的方向 这张照片我们可以调一个高长调 来表现明亮柔和清新的氛围 所以首先我们可以增加曝光 让亮度像素向直方图的右边靠拢 呈现高长调 在增加曝光后 通常都会丢失掉一部分的高光细节 所以很多时候都需要再降低高光 来恢复亮部的细节 好 现在人物还是偏暗 我们在直方图左侧看到有一个小波峰 就是人物的阴影 所以我们可以提亮阴影 来增加人物在画面中的明度 并且还能够让明暗之间的过渡 变得自然平缓 所以我们看到直方图上的暗部波峰就消失了 好 接下来降低白色 限制亮度 让亮部的细节也多一些 好 接下来到颜色 首先我们可以用白平衡工具 来吸取照片中的白色 试一试效果 如果还是不准的话 这里分享给大家一个很好用的小技巧 在大部分的人像摄影中都不会出错 我们用颜色取样器 在肤色上定点 我们看到现在A是10 B是15 没有把颜色显示换成lab模式的同学 可以看以前的视频 好 我们看到B大于A 说明肤色偏黄 只有A等于B 或者是AB值非常相近时 肤色才是标准的橙色 所以我们就手动的调整色温和色调 让AB值几乎相等就完成了 好 我们看到在调整后 樱花变得更加粉嫩 人物的肤色也正常了 如果我们要让画面中的色彩更加鲜艳一点 方便后面的调整 就可以在配置文件这里选择Adobe鲜艳 画面中的色度和对比度就得到了加强 好 接下来很重要的一步 降低清晰度 让照片变得更加柔和 并且带有微弱的光运感 但是这里要注意的是 不要降低的太多 否则摄影就会变得模糊 光运也会非常的不自然 好 我们要进一步再消除 数码相机的锐利感的话 就需要降低纹理和除去宝物的数值 调整后的效果就更加柔和 朦胧了 是不是 好 接下来到浑色器 这里我们需要分析照片中有哪些颜色 然后再搭配颜色 因为在摄影中大家会发现 色彩的搭配是形成风格的关键因素之一 不同的色彩搭配会给人不同的视觉感受 比如互补色搭配可以形成强烈的对比效果 大家熟悉的有澄清色调 而相似色搭配则可以给人一种和谐统一的感觉 好 所以大家注意咯 我们要讲最重要的配色原理了 好 现在我们看到照片中主要有 蓝色 粉色和黄绿色 在色轮上它们都靠中心比较近 这就表明它们的饱和度很低 这里樱花的粉色靠原型最近 说明饱和度最低 其次是蓝色的裙子 最后是黄绿色的草地饱和度最高 所以为了让这三个颜色在一起更和谐 我们就需要运用色彩调和的方法 让其中两个颜色的色相和饱和度更加接近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先调整草地 因为它在色轮上的饱和度最高 那我们就把绿色向青色的方向调整 黄色向绿色的方向调整 然后降低黄色和绿色的饱和度 让草地不那么突兀 好 现在我们看到草地的颜色在色轮上 就更加靠近青色了 接下来调整蓝色的裙子 我们把蓝色向青色调整 浅绿色向青色调整 也让它向蓝色长靠近 然后增加蓝色的明度 让衣服更亮一些 好 现在我们看到调整前 所有的颜色在色轮上比较分散 饱和度和明度的差异很大 但在调整后呢 我们看到它们的色相和饱和度 在色轮上更加统一 更有规章 其实很多同学都反映说 调色不知道从哪里学起 如果你也有同样的问题 那么答案很简单 从配色法开始 配色法是被历史和科学证明 在视觉上能够更加让人赏心悦目 这也是为什么绘画 摄影 设计 都会使用配色法的原因 在摄影调色训练营的第二章 我们有专门用七节课来讲解配色的所有科学方法 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讲的绝对不是枯燥乏味的纯理论 这些方法都贯穿到了所有的调色实战中 让大家可以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 彻底掌握色彩学 让照片变美的同时 学习也充满趣味性 好 我们继续调整肤色 不想凭感觉调色的小伙伴可以用颜色取样器 在人物的肤色上采样 我们看到A11 B13 所以我们可以稍稍把橙色向红色的方向调整 让AB值相等 然后降低橙色的饱和度 增加橙色的明度 让肤色更加亮白 大家可以用LAP调色法做参考来调整肤色 我们之前也讲过 亮白肤色的LAP值大多都在明度L85 AB值10左右 我们看到调整照片上肤色的明度 用L表示是在83左右 AB值相等都为9 说明色相OK 饱和度OK 但是明度还有一定的调整空间 所以后面我们再用蒙版来完善它 好 接下来我们到颜色分级 在高光和中间调整 都加入一些洋红色 来加强樱花的粉色 让整个画面更加可爱和浪漫 接下来我们到蒙版 点击人物 勾选面部皮肤身体皮肤 因为我们不能让嘴巴的颜色脱节 所以唇也勾选上 我们看到自动蒙版有选多了 和没有选到的地方 没关系我们先创建 然后再点击减去 画笔擦掉多余的选区 如果要擦得很干净的话 大家记得一定要把流动值调到100 好 现在擦掉了多余的部分 我们再点击添加 选择画笔 把没有选到的地方补上 我们看到用画笔 一不小心就画抄了 所以在补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把画笔调小 勾选上自动蒙版 头发下面的皮肤 我们可以降低流动值 稍稍带过 好 这时候在蒙版的预设这里 选择just you 人像 亮白肤色加磨皮 由于人物本身的皮肤 就比较明亮白皙了 所以加上预设之后 效果就很强 不过修改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降低数量 减弱效果就完成了 大家看 这个预设可以帮助我们 省掉这么多项的调整 真的可以加速后期调片效率 这个蒙版预设会送给大家 在素材包里可以找到 需要调整风光 调人像 调光加特效的小伙伴 也可以解锁完整版 好 接下来我们退出蒙版 到细节 增加锐化值 按住alt 拖拉蒙版 降低半径值 增加细节 好 到这一步 我们在camera row或者是在lightroom中的调整 就完成了 如果你对照片满意 就可以导出结束视频 如果你是精益求精 每次都想追求完美画面的小伙伴 那我们就继续进入到photoshop 修饰场景 给人物做液化 增加花瓣飘落的效果等等 好 打开对象 首先我们做液化吧 到滤镜 液化 放大图像 用向前变形工具 稍稍调整一下人物的脸型 头发也可以蓬松一点 也可以用这个工具来增加头发的卷度等等 然后我们点击面部工具 微调一下鼻子和眼睛 好 确定 下面我们开始修饰场景 把这些不美观的东西都修掉 好 首先我们在比较空的地方 加上一些樱花 所以新键涂层 选择仿制涂章 快捷键是s 样本这里一定要勾选 当前和下方涂层 因为要补的面积比较大 所以画比可以调大一些 补透明度就在40%左右 按住alt采样 然后在比较空白的地方 添加一些樱花 好 接下来选中照片涂层 框选工具 快捷键是M 框选这一块 Ctrl C 复制 Ctrl V 粘贴 新键蒙版 前景色黑色 选择画笔 快捷键是B 擦掉边缘 让这一部分花朵 可以自然的和背景衔接上 为了让它显得更加虚化 在景深上更远 我们可以用色阶 快捷键是Ctrl L 调整中间调来减少对比度 好 最后还剩下这边的树干 还是框选快捷键M 大家记得一定要回到照片的图层上 Ctrl C 复制 Ctrl V 粘贴 新键蒙版 擦掉边缘 好 我们看到这里补上的这一块 和旁边一模一样 就显得很不真实 所以我们可以Ctrl T 自由变化 向左边旋转 调整一下它的角度 让它产生变化 然后擦一下边缘 让它和背景衔接的更自然 好 我们先选中这三个图层 群组一下 快捷键是Ctrl G 让我的界面整洁一些 方便大家观看 接下来我把风光调色中 增加光运的一个小技巧 分享给大家 我们新建图层 把图层的混合模式改为强光 选择画笔 快捷键B 按住Alt 画笔就会变成吸管 我们吸取高光中的颜色 降低不透明度到9 然后在人物的边缘 就可以点出朦胧的光运了 这个方法比我们之前讲到的 选择高光 然后高丝模糊 更加适合需要少处增加光运的情况 好 最后一步 新建图层 增加花瓣飘落的感觉 说一句题外话 在最开始准备这一支视频时 其实我没有想过要加上这一步 由于最后我看到人物的身上 有一片花瓣飘落 所以给了我一些灵感 想着大家可以把它用到其他的摄影上 所以我就决定附加这一段 好 大家观察一下 这一片胶外的花瓣 其实很像雪花是不是 所以我们可以点击画笔 这里我已经试过很多次了 40号的画笔效果最好 大家在素材包里也可以找到 没有画笔界面的小伙伴可以到窗口 勾选画笔和画笔设置就可以显示 安装笔刷的方法也很简单 点击四横的小图标 导入画笔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到画笔设置 调整花瓣飘落的方向 你可以让它从左上角和右上角飘落都可以 这里我们只需要几半点缀一下就可以 不需要太多 所以我们可以回到移动工具 快捷键是V 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Ctrl T 调整大小 然后使用橡皮擦 快捷键是E 擦掉多余的花瓣 这张照片的调整就真的完成了 不好意思 这一期稍稍有一点长 不过我做视频的目的呢 是想通过每一期尽可能的带给大家更多的技巧 更多的灵感和启发 今天我们用到了很多快捷键 所以最后给大家列出来方便记忆 好 这就是这一期的全部内容 祝大家春天快乐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 请你留言和我交流 我们下一期见